我的氏族是 Ralangus 巨石氏 大石頭的意思 Hockey是我的本名 然后Dunau是我家的名字 如果正確的称呼是因为 Ralangus Hockey Dunau 应该是这样 但是因为格子不足 所以只称子不见了 台东阿美族人Hockey 在十年前到台东护镇单位 申请恢复罗马拼音的传统姓名 但是完整的传统姓名 再加上空格 总共有23个英文字 护镇人员告知 只能放进20个英文字母 最后被迫舍弃子称词 让Hockey感到相当不满 因为不足嘛 他这个填写的栏位只有20个 所以不得已只好 去掉了那个子称词 但是我们那 对一个人的名字的发音来讲 少了一个子称词 就是不正确的语言发音嘛 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一个不完整的姓名 让族人感到不被尊重 也曾多次向相关单位陈情 内政部在103年2月5号 也正式颁布 新护镇系统输入 从20个字改成40个字 但是身份证 姓名栏的登记 还是有受限 那身份证的大小有个固定 它就是这么大张 那姓名的栏位在这里 姓名栏位更小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旧的系统跟新的系统 在身份证的制作上 都是只容纳20个字 就是说汉文名字 中文的名字以外 那个罗马评音的部分 就只能够20个字 那超过20个字怎么办 那我们就是会用手写的部分 虽然新护镇系统已做改善 但多数族人还是表示 根本就不知道这项讯息 内政部推动恢复传统姓名 将近20年的时间 不管是登记的方式 与书写的标准 都让许多族人感到相当困扰 虽然护镇单位已投入大量成本 但是不去深入了解族人的需求 争议还是不断 记者文贺格的办 台东市采访报导